立委全雷达 台北市长蒋万安与国民党台北市提名八位立法委员候选人张思刚 由淑慧 王红维 李燕秀 钟小平 罗志强 徐巧新 赖世宝 在齐队浩荡的声势下高喊立委全雷达 立拼2024重返执政 北市立委八仙过海 蒋万安表示他是以三个身份陪同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来登记 同时也恳请大家支持侯友宜 今天我是以三个身份来陪同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来登记 第一 我是中国国民党提名总统候选人 侯友宜市长 台北市经元总部主任委员 所以在这边我要再次的呼吁以及恳请所有乡亲好朋友 全力支持侯友宜 第一 侯市长务实有远见有执行力 侯市长担任总统对于台北市的各项建设一定会更快更好 第二 身为台北市市长 今天陪同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候选人来登记 我要恳请所有的市民朋友 全力支持并且票投 最能够支持台北市各项建设的立委候选人 第三 过去我也担任过立法委员 所以今天我要强力向所有的好朋友 相亲推荐八位国民党籍的立委候选人 未来他们进入立法院 绝对可以强力监督 揭发弊案 为人民发声 为台北打拼 被媒体问到为何不见母鸡侯友宜 蒋湾表示因为侯友宜今天已经排定选举行程 接下来辅选侯友宜不会缺席 好像上午的时候 特主席有传了一个简讯给侯市长 说希望跟他见个面 侯市长也说他会在马上酒办公室等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在最后的时刻 双方能够好好的沟通 期待有好的结果 我是身为侯市长 台北医院总部的主任委员 我们已经规划好在最后的五十几天 在台北市相关的复权行程 同时侯市长也都已经排定 会到台北市来协助我们这所有 八位的立委候选相关的复权 这个都已经安排好 我想今天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国民党士气高昂 我们八位的立法委员今天要登记 所以未来在剩下五十几天 我们面对的不止总统大选 更重要还有立委的选举 我想在立法院 国民党其次要过半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强力监督施政 同时也能对过去八年的乱象 就责到底 来揭发必然 侯友宜 盗争 尽管蓝白河变成蓝白托 蒋湾身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 侯友宜 北市进总组委也得挺身而出凝聚士气 平息基层焦虑 展现国民党在立委选举中团结一致的精神 记者李奇贵台北报道